有針對大埔跟四戶拆遷的事情 開了一個記者會回應 那我們認為苗栗縣政府的說法是 緩話連篇 避重就輕 我們看到中央政府從昨天到今天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態度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就是扭曲三年前的協調會的事實 然後還是執意要強拆我們這四戶的最後警察的家園 我們相信所有的全台灣社會的民眾公民 絕對不會忍受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我們會持續一直在這邊 要求行政院重開大埔四戶都委會的審查程序 然後要求苗栗縣政府停止拆遷 那我們先來喊一個口號 信守承諾 信守承諾 原無保留 原無保留 信守承諾 信守承諾 原無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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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捍衛大埔 捍衛大埔 全民站出來 全民站出來 捍衛大埔 全民站出來 全民站出來 好那我們首先先請徐世榮老師來 我先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苗栗縣政府今天幾個說法 苗栗縣政府今天大概講了 第一個 就是說 目前 大埔這邊的只剩1%這四戶還不配合 會影響其他配地地主的權益 那另外說 當初製救會有23個地主 有19位已經配合 而且已順利完成 然後他們也講說 這個園區有8成已經完成招商 那針對這四戶 他們也有一些說法 那我們先請徐世榮老師來 針對苗栗縣政府今天這樣的一個說詞 請老師來發表一下意見 各位媒體朋友 苗栗縣政府這樣的一個回覆 其實是非常不負責任 土地徵收涉及到的一個根本的議題 也就是基本人權的一個保障 不能夠隨意用所謂的產專區的一個開發 更何況它這個案子基本上 都是大部分都是土地開發 或是土地炒作案而已 所以我們要問這個案子最關鍵的地方 也就是它的正當性在什麼地方 土地徵收一定要符合非常嚴謹的要件 其中第一個就是要促進公共利益 所謂的公共利益 不是縣長一個人說的算 這一點很重要 這一點很重要 所謂的公共利益 不是劉政鴻一個人說的算 不是說我要用產業專區 就這個樣子就代表了公共利益 絕對不是 它一定要來問我們當地的居民 彼此透過協商透過溝通 然後獲得共識 那才是所謂的公共利益 各位媒體朋友 現在苗栗縣政府它最怕的是什麼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也要問一點 為什麼三年前它願意簽署那樣的一個協議 其實最大的關鍵也就是苗栗縣政府 還有行政院我們的政府都清楚這個土地徵收案 其實沒有它的正當性 這是最關鍵的一個地方 它侵害了人民的基本的人權 我希望江國慶的媽媽能夠原諒我 我希望江國慶的媽媽能夠原諒我 我問各位江國慶誤殺案江國慶幾個人 江國慶幾個人 十個人 一百個人 一千個人嗎 江國慶只有一個人 就算是人 他的基本人權也都要給予保障 而不是用百分之九十八 百分之九十九已經配地 剩下百分之一 他們一定要退讓 一定要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絕對沒有這一回事 基本人權就是基本人權 你不符合徵收的要件 你就必須要把它撤銷 我要跟媒體朋友跟你們報告 去年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判治第九五三號 這個很重要 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判治第九五三號 已經非常清楚明白宣誓 這個案子沒有他的正當性 缺乏他徵收的正當性 這才是最關鍵的 這就是劉政法院現在最急的地方 最害怕的地方 所以他趕了七月六號之後 就開始動手 就要先拆 反正拆完之後 以後我給你的什麼 只是一個補償 張家張奧軍也要補償七十萬 你說這七十萬 他能夠到哪去再買什麼樣的土地 買什麼樣的房子 沒有 這個就是掃地出門啊 這個是根本 是剝奪侵害憲法 對於張家還有其他三家 他們的基本的人權啊 拜託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一定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而不是在那邊算 百分之九十八 百分之九十九 他們只有百分之一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問題的關鍵 在於這個徵收 有沒有它的正當性 有沒有符合它的合法性 這才是關鍵 去年 最高行政法院已經判決 他根本沒有正當性 也沒有合法性 所以 全國朋友 大家要知道這個事情 是這樣 根本的關鍵 是在這個樣子 所以 判請大家 一定要站出來 大家站出來 一起來維護 正舒服的基本人權 其實我們現在好像在挺他們 其實挺他們 其實也是挺我們自己 所以 市立文藝院 還不是這個樣子嗎 市立文藝院 在今年 4月27號 都市更新條例 被宣判違憲 為什麼違憲 根本的關鍵也在於 他沒有履行 正當行政程序 根本的關鍵 他沒有履行 正當行政程序 那我問各位 這個徵收案 有沒有履行他的正當行政程序 兩個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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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最關鍵的一個地方 最關鍵的地方 所以3年前 他知道 他們自己 有這樣的 嚴重的缺失 他才願意跟我們簽署 那樣子的一個 協議 第一點 原屋原地的保留 而且做正式公文 白紙黑字 寫得非常的清楚 他怎麼能夠這個樣子 把自己的一個承諾 把他 把他一邊 說他沒有 他沒有票票 吳東毅副總統 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咧 怎麼可以講這種話咧 你還有沒有人格 吳 吳總統 你有沒有人格 我們都是人咧 我們都有我們的基本人權咧 把我們當人看 我們都有憲法 民魂保障的基本人權咧 你怎麼可以這樣誰在被騙 剝毒我們基本人權 而且用詐數 三天前跟我們講 一定可以無願地保留 而且根本沒有任何的一個條件 就三天後 昨天竟然 哎 跑出了一大堆前提要件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咧 我們都是人 保障我們的基本人權 而且 我們正宗確實 我們絕對 不退讓 一分 一好 一村 的土地 我們都不退讓 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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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曲老師 老師 我們 今天 苗栗先生府的說法 這部分完全是 避重就輕 老師剛才講得很清楚了 產業用地 它其實是二十二公頃 只有二十二公頃的產業用地 卻徵收一百五十六公頃 人民的土地 要來在旁邊炒地皮 這分明是一個炒地皮的計畫 而不是一個發展的計畫 所以 在這點上 他的徵收 完全沒有正當性 即便他的招商達八成 他還是多徵收了一百多公頃的 人民的土地 來炒地皮 這是完全不合理 沒有正當性的 一個 無難徵收的 事件 另外 他提到 百分之一 的人會影響配地 這完全就是 士林文靈院的翻版 就算 百分之零點五 百分之零點一 有人不同意 你就可以把他的財產拿去分給別人嗎 可以嗎 不可以 所以 今天 苗類縣政府這樣的書法 完全是避重就輕 我們來喊一個口號 劉振宏 劉振宏 初來面對 初來面對 劉振宏 劉振宏 初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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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大虎 守護大虎 全民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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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不正義的徵收案 我們 就如同徐老師講的 我們不會 再退讓半補 我們再喊一個口號 土地正義 土地正義 不容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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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正義 土地正義 不容妥協 不容妥協 好 那再來 苗栗縣政府 針對 黃福濟 還有 柯成福 彭秀村 還有 朱樹這四戶 各有一些說法 那我們是先請 台灣農村政選的 評選 來針對這 這四戶的說法 做一些回應 那我們再來請 張大哥跟賀大哥 表達他們的看法 好 各位朋友 我們昨天 向各位報告 我們昨天 接到消息 說苗栗縣政府 今天早上 要召開記者會 捍衛 拆除事故 的理由 我們原本以為 苗栗縣政府 會提出更多 更有力的理據 結果我們今天早上 看到苗栗縣政府的新聞稿 根本就是跳針 苗栗縣政府 提出來的理由 我們過去幾天 已經回應了非常多次 可是 面對苗栗縣政府這樣的跳針 我們 還是要在這裡 再嚴正的回應一次 關於 大埔的四戶 彭秀村的房子 被畫為道路用地 可是實際上 它根本就不是道路 它是一個都市計畫的截角 換句話說 它是轉彎處的一個凹角 因為道路的關係 所以那個截角 必須被截掉 苗栗縣政府提出來的理由 是因為會影響交通安全 可是事實上 事實上 大埔的當地 已經因為足南科學園 卻開發施工非常的久 有許多的大客車 出出入入 從來沒有引起交通事故 甚至在中央的都委會 也曾經因為認為 它不影響交通安全 而以特殊截角的方式保留 苗栗縣政府現在說它會影響交通安全 根本就是胡亂找理由 亂找麻煩要拆人房子 至於租宿的房屋 被畫為道路用地 是因為 苗栗縣政府認為 它的房屋會影響行車視線 但是 如果各位有去現地看過的話 租宿的房屋是位於非常大角度的頓角 而且租宿的房屋 會離對面道路有40米這麼遠 在這麼遠的距離下 在這麼大角度的頓角下 根本就不可能影響行車視線 更何況 租宿本人已經表達 願意把 除出 道路的部分 拆除 但是苗栗縣政府 還是 苗栗縣政府 還是堅持 要把他們家的房屋拆掉 要破壞他們房屋的結構 這難道不是找人麻煩嗎 接下來 是黃福記的部分 黃福記的房屋 原本在中央的都委會 也是全部保留 可是後來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 又 找了 其他的理由 說因為道路需要 所以道路跨過他們家的圍牆 跨過他們家的建築 所以要拆除部分 我們看到今天 苗栗縣政府的新聞稿 完全沒有提到這一點 這已經不是避重就輕 這是公然說謊 公然說謊 至於柯成福的房屋 苗栗縣政府的說辭 是因為無法取得 另一半所有權人的同意 但是柯成福早就已經表達 願意以架構的方式 向苗栗縣政府購買另外一半的土地 大埔個案的園屋保留 依照行政院的方式 是採專案讓售的方式 柯成的房屋 另外一半 為什麼不能專案讓售 這樣的理由 根本不能說服人 這樣的理由 是避重就輕 苗栗縣政府說 這四戶 如果沒有拆除的話 會影響佩地 我要告訴大家 根本不是這樣 鵬秀村 珠樹 鵬秀村 珠樹 黃布基的房屋 都是因為道路 這都是公共設施 根本沒有影響到 私有所有權人的佩地 根本就不影響佩地 不要說 一趴的人權也應該保留 現在拿99趴打一趴 但是這根本就是公然說謊 因為不影響佩地 最後我要說的是 746內政部都委會 第746次的會議決議 其實是有保留 其實是有落實原屋保留的承諾的 但是 最後這個案件 被苗栗縣政府偏偏推翻 中央又沒有盡到審查的責任 讓這個案件通過 我要問 為什麼 有安全疑慮的案子 可以在746次會議通過 為什麼 沒有安全疑慮的案子 在 內政部中央的都委會 最後又翻盤 到底是誰有問題 如果是同樣的一個都委會 為什麼在 情勢完全沒有變更的旗下 前後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裡 要延稱博斥苗栗縣政府的說法 這不是避重就輕 這是公然說謊 我們一定要捍衛大埔的土地 堅持到底 我們不能面對說謊的政府 就屈服 我們一定會堅持到底 謝謝 我們是請 張大哥 張耀局的張大哥 各位記者 小姐先生們 大家早安 天氣真的很正 大家都很幸福 一個小老百姓 只有要求自己的東西 要回來而已 真的有那麼難啊 真的有那麼難啊 還要大家這些先進前輩們 這樣子 陪著我 站在這個大太陽上 您說 您說 政府真的 沒有看見嗎 只有小小的六坪 自我安身立命 不要五個 三個小孩子的地方 一家五個 住在那邊的地方 真的有那麼難啊 要劉孝蘭有那麼難嗎 為什麼政府要用這種手段 為什麼政府要用這種手段 是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有納稅 為什麼 如果足不下的話 讓我怎麼辦 我只要走我自己的路 可以嗎 我希望 高官們你們自己去看一看現場 好嗎 我不是屋裡琴啊 我是守法的百姓 真的 我是守法的公民耶 真的 我今天就是一個小老百姓的地方 我求政府 我拜託 有良心的政府 你就照顧我一次 我有錯嗎 我有罪嗎 我有罪嗎 你是不是要判我們死刑啊 拜託 拜託各位 救救我 好吧 趙大哥加油 加油 趙大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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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柯晨虎的兒子 柯智傳 苗栗新政府耶 很惡劣 也是很霸道 他可以耶 判你生 也可以判你死 可以判你猜 也可以判你不用猜 這是什麼國家 好像沒有法律一樣 好像是在地方政府在領導 很奇怪耶 吳敦義 副總統耶 三年前耶 也有沒說過耶 二十師父耶 原屋原地保留 現在耶 剩下我們的師父 他跳票了 他跳票了 然後 我們的師父耶 都是 有產權 合法的建築 合法的房屋 而且呢 苗栗新政府耶 不斷的 換處的 要錯誤的資訊 給行政院 後面呢 請耶 吳敦義的院長耶 吳敦義的副總統耶 不要躲在總統府裡面 要出來 解決大譜事物的事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而且 我們請耶 行政院長耶 江儀化耶 你是耶 行政院的公家耶 你的 你的錢責也是最大的 你應該耶 要有責任 來解決這個事情 不要呢 聽從苗栗新政府的話 不要讓人看見說 行政院好像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花瓶 在聽耶 苗栗新政府指揮 以上謝謝 加油 好 謝謝柯大哥 我們再一次強調 大埔這四戶 技術上完全都可以保留 現在只需要行政院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 重開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審議程序 來審議這四戶要如何保留 技術完全可以解決 今天我們 在現場 沒有看到我們把江儀化院長的圖像 放出來 我就希望江院長 我們政府是一體的 江院長過去是我的老師 是我的老師 他幫我寫研究所的推薦函 我希望江老師 可以秉持他在學校的精神 政府是一體的 他貴為院長 他只需要出來要求 都委會 重開審議程序 就可以把現在所有的僵局都解決 我們希望江院長 能夠出來 面對我們大埔的群眾 我們來喊一個口號 江院長 禁守承諾 江院長 禁守承諾 好 我們還是會繼續留在這邊 直到行政院能夠提出具體解決方式為止 好 好 那我們記者會先暫時到這邊 那如果媒體朋友有問題的 歡迎現在可以提問 好 我們請各位朋友我們就 請各位朋友我們就